共军被挑衅两个小时 台湾军方亮出红线 朝鲜12天射飞弹6次 日韩终将联手对付 欧盟27国达成一致 乌克兰有望加入欧盟 不满指手画脚 哈萨克召见俄罗斯大使 或把伟大领袖的引 网红书记玩阅兵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环球看点 我是王静怡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四 我们来关注下面一组消息 共军又再次派遣军机军舰骚扰台海 中华民国国防部10月6号指出 共侦获中共军机33架次 其中8架次逾越台湾海峡中线 另外还有运8反潜机1架次 侵袭西南空域 海上则有共军军舰四艘次 持续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 国军运用任务机任务舰 以及暗制飞弹系统 严密监控与应处 对于中共的疯狂 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 日前亮出红线警告说 台海两岸多年的海峡中线默契 已经被中共毁了 但台湾有自己的红线 现在台湾对第一机的定义已经调整 如果有战机等航空气实体飞入领空 就算是对方的第一机 一旦跨越红线 台湾军方将义无反顾地予以反制 邱国正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说了这番话 邱国正没有明确说明台湾的红线是什么 但他强调敌方对台第一机不限于开枪开炮 军机侵入领空和战舰侵入领海也算第一机 这都会促使台湾军方展开反制行动 邱国正还指出 中共8月军演之后 加大力度对台湾文攻武嚇 且自我炫耀首次联合作战接近台湾形成包围 目的就是要让国军感到压力 且文攻武嚇不管是强度 数量 频次都在增加 武嚇要多一点 文攻主要配合政治 经济 军事 外交等的问题 而美国方面在不断的加强台湾的信心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6号表示 台湾关系法等相关文件明确在明 若有人企图以武力改变台湾地位 美国必须有所作为 莫健指出 中共的言行严重破坏稳定 可能导致误解 威胁台海 美国会持续的履行台湾关系法承诺 支持台湾自我王位 但是中共军方在无休止地制造台海纷扰 不断地用灰色地带测试国军底线及决心时 自己却在其他空域经历尴尬和挑战 中共央视5号自我曝光 中共空军航空兵某团在一次飞行编队时 曾遭遇了外国飞机的一个编队 并且对峙了两个小时 还声称对方亮肚皮 挂上武器来挑衅 其飞行员透露 当时外机一个编队走了 还没有松口气 另一个编队又来了 令共军应节不暇 挂弹对峙两个小时 外机才离开了 共军要齐唱红歌为自己壮胆 中共官媒只说外机编队的挑衅 却不敢指明是属于哪些国家的 有报道指出 外机编队在中共防空识别区 还亮肚皮挂武器 显示 国际上对中共的不满也在升高 而中共军机必须对峙两个小时 才能将国外的军机驱离 也显示这些外机其实也不把解放军的警告 当作一回事 对此 大陆小粉红也直呼 干这么干的 只有美帝了 朝鲜近日对国际社会发起了近乎失控的挑衅 近12天内 共发射了6次弹道飞弹 相当于每两天发射一次 6日上午 朝鲜再度施射两枚飞弹 据推测 又掉落在了日本专属经济区外的日本海 这引起了日本政府的严重抗议和强烈谴责 日本和韩国开始联手 韩国总统尹锡悦下午计划 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话 商讨国家安全保卫问题 据统计 朝鲜今年至今 已经试射多达38枚弹道飞弹 创历年新高 日本防卫大臣冰田精一今天表示 朝鲜执意进行挑衅且片面升高紧张局势 连串作为已经对我国区域及国际社会的 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 绝对无法容许 韩国和日本媒体都报道 岸田预计在下午和尹锡悦通话中 讨论日韩及美日韩强化遏制朝鲜发射飞弹的议题 并表示双方看来都同意 透过新制裁等方式强化对朝鲜的包围网 尹锡悦则表示 韩国政府会借由美韩同盟 美日韩安保合作机制 滴水不漏的确保国民生命安全 尹锡悦表示 朝鲜日前发射射程达到4000公里的 中距离弹道飞弹 射程可达到关岛 而美军为因应朝鲜半岛有事时 将部署的战略资产 目前都位于关岛 认为这次发射飞弹是为了打击将部署于朝鲜半岛的美军战略资产 他认为局势不可小觑 而美国里根号航母打击群 也已经在10月5日重新回到朝鲜半岛 日韩关系 此前因为一些二战遗留下的一些问题而存在着分歧 日前 安田文雄在日本国会演说 提到韩国时表示 韩国是在各种国际议题上 必须合作因应的重要邻国 并表示将与韩国政府保持密切的沟通 尹锡悦认为 岸田的演说立场有明显的改变 而且日本朝野舆论也已经认识到 韩国是重要的邻国 他认为应尽快改善和加强韩日关系 另一句最新消息 朝鲜不仅非弹挑衅 6日更派出8架战斗机及4架轰炸机升空 对韩国防空识别区示威 令韩国政府忍无可忍 紧急出动了30架F15K战斗机升空应对 韩联社报道 朝鲜方面的飞机在下午2点升空 飞入韩国军事特别监视区附近 进行示威性的编队飞行 韩国空军察觉后 紧急派出30架战斗机升空应对 双方对峙了约一个小时左右 韩国军方认为 朝鲜此次示威性的编队实属罕见 是过去一年来第一次发生的情况 认为此举应该是为了要抗议 最近韩国和美国及日本的联合海上军演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近日向北约请求 加快加入程序 作为对俄罗斯兼并行为的反制 欧盟27个成员国10月5号还达成一致 打算接纳乌克兰成为成员国 这是欧盟就乌克兰能否加入欧盟的最新一次表态 而且态度积极肯定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表示 我们将针对乌克兰制定明确的政策 这将以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国的意愿为主导 这项政策的目标明确 乌克兰加入欧盟将是可能的 因为我们不取决于俄罗斯 伯雷利还表示 只有乌克兰恢复领土完整 重新控制被俄罗斯非法吞并的四个地区 才能实现和平 俄罗斯2月份入侵乌克兰后仅4天 乌克兰就提出了加入欧盟的申请 6月23日欧盟正式授予乌克兰欧盟候选国的地位 此举被视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欧盟对是否向东扩张的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 俄罗斯目前正处于不利局面 往日的盟友也强硬起来了 哈萨克外交部6号表示 在俄罗斯强烈要求哈萨克驱逐乌克兰大使后 哈萨克外交部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 双方进行了一场严肃的对话 法新社报道 哈萨克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 俄罗斯大使已经被外交部召见 我们讨论了有关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罗瓦的声明 他的言论并不符合对等战略伙伴关系的精神 但哈萨克外交部也承认 这是一场相当艰难的对话 室友远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 周二发表声明 称哈萨克政府承诺 乌克兰驻哈萨克大使会在最短时间内 正式的离开哈萨克 并表示乌克兰大使弗鲁布列夫斯基 重新现身哈萨克首都 显然不是为了打包行李 带他的家人返家 而莫斯科对此深感失望 俄罗斯对弗鲁布列夫斯基不满的原因 是因为他在8月的下旬 说出了争议性的发言 他当时在采访中表示 我们试着尽可能的多杀一点俄罗斯人 我们现在杀死的俄国人越多 我们的小孩要杀的就越少 不过弗鲁布列夫斯基后来为这番言论致歉 哈萨克外交部周三表示 针对弗鲁布列夫斯基令人无法接受的言论 他们已经向乌克兰方面反映 并与基辅达成了召回弗鲁布列夫斯基的共识 在中共官场环境下熏陶出来的中共官员 习惯了对上逢鹰拍马 对下一只气势盛其凌人 稍不掩饰其观影和权利欲 就会表露无遗 近日中国大陆太原理工大学举行的大学生军训总结汇报大会 该校的党委书记网红教授郑强 对视讯教官和参训学生进行检阅 其举止被媒体形容为嚣张跋扈宛如阅兵 据香港媒体报道 9月30日 太原理工大学8000多名大一新生 结束了当局规定的十多天的军训 军训最后一天安排了所谓成果发表会 大学校方对授训的新生进行分裂式检阅 或者安排其他会员活动 当学生们排列站在学校田径场上 等待接受学校领导的检阅时 校党委书记郑强出来了 他在军训团头头和程讯部队指挥员的 陪同之下边走边对着教官和学生 左顾右盼 直高气扬的喊着 同学们好 同学们辛苦了 有如自己正在大阅兵 据悉 郑强曾任贵州大学校长 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等 是有名的网红教授 还被学生们称为愤青教授 他这场阅兵引起了网民的热议 网友嘲讽说 谁呀 这表情很危险哦 个个都喜欢当土皇帝 你也配姓赵 这领导肯定觉得很过瘾 早晚会被同党出卖整导的 他的行为是僭越 把想当一尊的私心都暴露无遗了 任何一种形式的对权力的崇拜 都是对人类文明的一次伤害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今天在网上看到两个关于狗的视频和您分享 争议最大的莫过于是哈士奇上泰山做滑肝的视频 好多人都在谴责这条好吃懒做的狗 另一个视频里面 一条金毛在主人的带领之下 嘴里叼着扩音器 在小区里播放做核酸了 当年佛容镇里的二溜子王秋社 破一烂山的敲锣喊运动了 如今变成了一只狗叼着喇叭喊做核酸了 对于人来说 一只是勤勤恳恳的核酸狗 另一只是好吃懒做的躺平狗 两狗加害取其轻 您觉得哪只狗更加可爱一点呢 对于今天的话题 您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也请您打开小铃铛 订阅希望之声TV 分享转发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